1999年4月25號 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和平上訪 舉世矚目 一位遠在加拿大的臺灣人因此得知了法輪功 通過修煉他罹患的免疫系統的絕症 紅斑性狼瘡不治而遇 人生從此改變 在425上訪22週年之際 我們來看看他的故事 1999年4月25號 上萬名中國法輪功學員為了維護信仰自由 自發的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 國務院信訪辦公室上訪 由於訴求得到了一定的回應 當晚學員們靜靜的散去 並把周邊環境打掃的乾乾淨淨 如此大規模的上訪和平理性的落幕 一時震動了世界 遠在加拿大的蒲懷裡女士 當天也從CBC電視新聞中得知了425上訪 我說425的時候 很多人上中南海嘛 那我就去 我說哇 現在大陸這麼先進啊 都可以到中南海這麼多人去 說上萬人嘛 那我當時就覺得很驚奇 這是蒲懷林第一次聽說法輪功 很快 法輪功三個字再次引起了他的關注 那是到了6月份的時候 那有在那個看了我們這邊一個報紙上面 中文報紙 又登了一個法輪功學員 因為出車禍 然後練法輪功練好了 那那個時候我是有紅斑心囊差 真的是我沒有辦法形容的 我痛到在地上打滾 然後我先生給我辭職通藥都沒有用 蒲懷林1981年從臺灣移民加拿大 曾任兩屆渥太華中華會館副主席 他為華人僑胞服務了10年 但也由於社會活動很多 身體越來越不好 98年的時候 他被診斷得了免疫系統的絕症 紅斑性狼瘡 無藥可治 報紙上報導法輪功驅病健身的奇蹟 讓他又燃起了希望 我打電話給法輪功學員的時候 他們就叫我到公園去 然後就教我練功 我的第二套工法 我手根本都抬不起來 然後他們就拿一本書給我 說你回去看一看 蒲懷林得到的是《轉法輪》一書 這是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的著作 當天我就沒有辦法放下 你知道吧 一直看 根本看完了 我說哇 我很多不明白的道理 我都從上面都可以感覺到 你知道 而且我那個時候翻到第六獎的時候 吃藥的問題 看醫生那個什麼 好 我就知道了 我當場就把中西藥全部丟了 我說我要學法輪功 紅斑狼瘡只能保守治療 每天吃大量的藥 用藥物控制他盡量不發作 但蒲懷林下定決心修煉後 奇蹟出現了 從法輪功修煉中身心受益後 蒲懷林回憶起第一次聽說法輪功的425上訪 終於明白了為什麼當時會有上萬人站出來為法輪功說話 後來才知道為什麼他們去425 你看看法輪功這麼好 教人向善 道德回聲 求真善人 那你想想看 這種功法還要被打壓 這麼好的功法 你想看 又不是一個人兩個人到中南海 最少是上萬人 那你說一件事情一個人說好 這麼多人都說好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上中南海 為什麼 我就不知道他們怎麼會鎮壓法輪功 我都搞不懂 今年是425上訪22週年 而蒲懷林已經修煉22年了 學法和煉功 他一天都沒有間斷過 他也不斷的向身邊的人講述法輪功的真相 告訴他們 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